大家好 可能很多花药都会用各种触化的方法 给这个三角莓触化 这个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改变这个三角莓的生长习惯 让它从营养生长转会为生殖生长 达到触化的一个效果 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 检查一下这个三角莓盆的底部 有没有长一些根出来 如果它长一些根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修剪掉底部这些根 为什么呢 因为修剪掉它的根 三角莓它就会感觉到生长环境的恶劣 那么它就会促使长一些新的花芽出来 繁衍后大 像我这一棵 我前段时间给它修剪过了 那么现在也没有太多根在这里 如果大家这个三角莓的底部 有根长出来的话 大家及时的给它剪掉 这个方法确实非常的有效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操作过一次 这个花量确实翻了两三倍 那么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给三角莓出花的小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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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